你活该你 还出去拈花惹草呢 卸定了吧 我就该曝光你 对啊 我今儿就是去桌奸的 我告诉你 今儿算你命好 没让我抓着 当初你觉得我害你 故意怀孕 跟你结婚 你要管好你自己 孩子能从天上 掉到我肚子里来啊 结婚以后 你跟我说几次话 脱欺过我几次 你在那儿找那么多女人 但凡有一次我没有抓着 你就是对的 我也是人 我喜欢他 他喜欢我有错吗 你早就想到这一天了 你知道我不会罢休的 你和那个人的事情 我知道 放下吧 有什么委屈 只能往肚子里咽 谢家不败 小白就不败 别折腾 你机关算计 结局未必如我 自己看吧 不知道谁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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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写名字 是谁呢 江南一进门 就阴阳怪气地给我道喜 说咱们家要换新媳妇了 八成是他吧 不是他 如果是他的话 他就不用带着机器来读我 这是个药店 那女的手里拿的是叶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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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家的事由我做主 您就要安心养老 这些照片今天会寄到这儿 而不是寄到八卦记者那儿 那就进行说明 这些事情已经不是这儿了 您最近少出门 他说哭说八道那句话 你不会真信吧 我应该信吗 江南就是太蠢了 他也不想想 没有谢长江 哪来的谢太太 就算我外头真的有女人 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闭嘴 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 这是关键的时刻 这个时候搞事情 也不想想后果谁现在得起 你今天去了拍卖会吗 买了什么 一把刀 可以一件刺激 你喜欢就好 有什么事 我听不懂 你听不懂 你爱过 你 你 我在